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只要我们有努力的去了解或者想要去体谅别人或者了解别人 或者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有真心地去跟他们沟通去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世界 我们都要学会宽容跟体谅每一个人的想法 可能有一个人他出来的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小的问题 但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部戏可以诠释出 让大家社会大众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背后的故事 我们要尝试去理解他宽容 因为也只有这样关系可以继续维持 社会才可以继续得更加的进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